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MAG大叔 今天就來到中和錦信街 362巷的牛肉料理 王無國界 據說這間店是隱藏版的店家 那我們就來吃吃看 可以看到這邊師傅就炒得 熊熊烈火 據說他們的招牌牛肉非常的美味 它就在巷子裡 所以 不是很明顯 那就只能記得這個地址 警星街 362巷一弄 這邊就有營業時間 上午11點到下午2點 下午5點到9點 那 等一下點讚試試看應該是蠻好吃的 那用餐區 大概可以做4、50人 我們兩位 這邊嗎 裡面 OK 謝謝 那這邊有些用餐須知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這邊就是全部的菜單 它算是和菜類的 它算是和菜類的 好 那我們就點了幾樣 算是比較經典的 那等一下就吃吃看 那這邊還有一些主廚推薦的菜色 可以參考一下 那冰箱一樣可以喝兩杯 不過今天天氣蠻冷的 所以就先這樣就好 感覺這個牛肉看起來蠻新鮮的 據我的朋友跟同事都講說 他們的牛肉很好吃 那這一道菜就是這邊最著名的 招牌牛肉 上面是有 裡面是有一些 蒜頭跟辣椒 現在把它拿起來拍一下 最近畫面蠻流行 這個讓肉的鏡頭辣得很近這樣 好 OK 好 OK 好 現在就吃吃看 好 配著白飯吃 但是鏡頭塞不下了 好 現在就吃吃看 感覺牛肉炒得蠻嫩的 感覺牛肉炒得蠻嫩的 嗯嗯嗯 嗯 好吃 牛肉很嫩 牛肉很嫩 感覺就是用餐店的方法去抓過 好 很美味 嗯嗯嗯 嗯嗯 然後整個就爆香 讚 師傅的炒功蠻好吃的 然後這個鍋器整個都有炒出來 嗯 應該就是用醬油 糖 然後 還有米酒 去爆香這個菜 好吃 我只能用拆的啦 因為我剛剛看他炒 但是他實際放什麼 我還是只能用拆的 應該還有點沙茶醬 有沙茶吧 嗯 應該吧 我怎麼可能吃得出來 嗯 很好吃 然後我覺得分數是95分 很好吃 可是稍微貴一點 配著白飯很好吃 配著白飯很好吃 不過因為現在的牛肉也蠻貴的 所以這個價錢應該算蠻正常的 然後這個菜擺得蠻漂亮的 很好吃的熱炒店 很好吃的熱炒店 好 謝謝 謝謝 讚 這個辣的剛剛好 小辣就差不多了 小辣大概就等於外面中辣了 蠻適合喝兩杯的 然後青菜炒得很清爽 好吃 好 再來是這個去骨的雞腿肉 三杯去骨雞腿肉 然後有這個薑絲跟蒜頭 還有高湛塔 好 現在吃吃看 好 謝謝 先去吃吃看 感覺蠻讚的 嗯嗯嗯嗯 雞肉 煮得很嫩 然後把這個三杯味道煮得很香噴噴的 很好吃 這個也很讚 好香噴噴的 要把這個醬汁整個燒進去 那我覺得分數也是95分 很讚 很好吃 嗯嗯嗯嗯 很美味 這個整個這個熱炒的精髓就煮在這裡面 很讚 好 這個不禁讓我想起我以前過往的時光啊 以前我也是 炒飯炒麵 跟公寶雞丁蔥爆牛肉這樣炒 哈哈 好 讚 嗯嗯嗯嗯 讚 牛肉跟雞肉都很好吃 嗯嗯嗯嗯 很香 很香噴噴噴的 香噴噴噴的 喔這這個選擇真的很漂亮 嗯嗯嗯嗯嗯嗯嗯 嗯好吃 一定要品嘗看看 這家店的東西真的是 蠻好吃的 再來是這個 牛肉炒麵 它用的是 白色的麵條 然後 上面牛肉這些就是用招牌的 炒法 那現在把它裝出來吃 這個牛肉就一樣 是嫩嫩的 粉嫩嫩粉嫩嫩 同時還有這個 熱炒的鍋器在 鹹香鹹香的 然後那個麵條還蠻有Q勁的 不過個人比較習慣吃油麵 醬也不錯 然後我分數覺得是90分 就一個蠻台式的傳統的風味 好吃 它一樣就是有用沙茶醬 然後蒜頭辣椒去爆香 蠻好吃的 如果你不會很計較麵條的話 這也是一個很好吃的炒麵 這個招牌牛肉 這個招牌牛肉辣香辣香的 真的很適合配啤酒 很好吃 牛肉真的是蠻招牌的好吃 嗯 很讚 香噴噴香噴噴的 最後這個是我一個人獨享的牛雜湯 因為我老婆不敢吃這個 對不對 OK 好就全部交給我了 吃完之後就撞得像條牛一樣 好現在吃吃看 嗯嗯嗯 它用了有點類似像四神湯的方法 去調味這個牛雜湯的部分 好熟悉又特別的味道 好像裡面卻是牛雜 嗯好吃 很特別 嗯嗯嗯 嗯嗯嗯 算是這個 餐點樣樣都蠻有特色的 好吃 那蠻推薦各位朋友來吃吃看的 我同事對這家 這家餐廳也非常的激賞 是某一間餐廳的經理 他想說這個超好吃的 是炒牛肉的部分 不過湯也很棒 也很棒啊 都在水準之上 那湯的分數我覺得是90分 嗯嗯嗯 很特別 熟悉又陌生的味道 那就是四神湯 然後加上牛雜 好吃 很特別 哇沉下去 不過感覺湯很多 料稍微少一點 好 那炒麵真的是很經典 尤其是這個牛肉 好 果然粉可以看一下 這是令人懷念的台式熱潮 不要客氣喔 來啊 好吃喔 不要客氣喔 好吃喔 很好吃的炒麵 那請問我們的多少 白飯是兩碗嗎 呃 一碗 一碗麵 一碗白飯一碗炒麵 對 對 對 媽媽為什麼你可以把妹 我都會這樣 可以啊 745 745 好OK 好謝謝 那就是 就是745 好那最後這是這間店的名片 在新北市中和區景星街 362巷8號一樓 是蠻好吃的熱潮店 然後也蠻適合喝兩杯的 那各位來就祝你用餐愉快 掰掰 好它外面大馬路上就是這個景色 在一個必勝客的對面 好那各位來就祝你用餐愉快 掰掰 掰掰